在今天晚上的18点中国男足就将会正式的迎来与日本男足的一场比赛了 在这场比赛正式的开打之前 咱们中国男足的比赛的23人的报名名单 已经在今天中午正式的出炉 这份名单出炉之后我们能够看出 并没有特别大的意外 向洛国富由于他是累积黄牌停赛而无缘这一场比赛 所以说他只能安心的备战下一场与越南队的比赛 在本次的23人名单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惊喜 就是此前曾在英超狼队效力过的戴伟俊 他是在这个窗口期 已经正式的获得了加入中国足球协会旗下 具备代表国足出战的这么一个资格了 这也就使得戴伟俊将会正式的进入中国男足 国家队的正式比赛的大名单 这也是他首次入围 能否在本场比赛完成自己的国家队的首秀 只能看李肖鹏后期他的用人上的一些安排和调整了 这样一名极具天赋的 并且创造力极强 终结能力极强的攻击性中场 他的加入将会极大的给国足的中前场带来很多的变数 确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补充 很多球迷也是让小编聊一聊 分析一下本场比赛 国足的整体的一个首发阵容 看看哪些位置的球员能够敲定首发 其实就目前的整体的情况来看 小编分析下来的话 戴伟俊他的这样一个战术风格 其实基本上会有离于352和532的一个阵型之间 李肖鹏此前无论是执教武汉还是执教山东 此前在执教中超球队的时候 他最擅长的套路就是防守反击简单高效 通过简单的两三个人的倒脚 快速的长船冲掉边路两翼 齐飞快速的解决战斗 这样的战术体系 非常有机会在与日本队这种压洲一流的强队的过招中 能够抢占先机 我们再来说一下本场比赛 李肖鹏此他的这一套352的阵型中 究竟哪些球员能够获得重用 首先来看的话 首先守门员这个位置一键连肯定位置 是不可撼动的 其次三中位分别是谁 首先来自山东泰山队的中后卫正增 肯定会被围以重任 他将会联手张明范和蒋光泰 组成一个三中位的体系 其次再三中位的两个边路 李肖鹏此非常重视 这两个边路的球员的突破能力 以及他的速度 奔跑上下的穿插能力 首先来看右边后卫 其实李肖鹏此没有特别大的选择余地 因为在右边后卫的这个选择上 其实邓涵文成为了国足现阶段 唯一的一个右边后卫了 因为张林鹏他去打了中后卫的话 右边后卫就只剩下一个邓涵文了 所以说这场比赛 估计大概率邓涵文将会出任本场比赛的 一个右边后卫 而左边后卫目前来看的话 刘洋和王升超两个人将会去竞争 一个主力的左边后卫的这么一个位置 当然我个人分析来看的话 王升超最终锁定首发的一个机会更大 因为毕竟王升超他在中超联赛中 更多的就是踢的这个位置 而刘洋此前在山东泰山过去一个赛季 一直是踢的一个边前卫的位置 所以说这样一来 就使得刘洋大概率要当一个替补 再来说三中场的一个配置的话 无锡作为球队的队长 他肯定会锁定一个主力的中场 其次另外两个中场的话 徐昕作为一个中场的扫荡机 此前国足T热身赛的时候 徐昕也是跟无锡搭档 作为一个主力中场来参加的 所以说无锡 徐昕两个人会锁定两个中场的位置 第三个中场的位置会给谁 目前来看张希哲 以及金进到这两个人之间 将会形成一个直接性的竞争 悬念将会在这两个人之间产生 最后就是两个风险 阿兰和吴磊目前来看 没有特别大的变数 张玉宁和维世豪 将会作为我们下半场的一套冲击阵容 如果说在场上寻求变数 或者说比分落后了 我们需要打破僵局的话 维世豪以及张玉宁 可能会成为国足的这两个风险的骑兵 所以说纵观这一套352的阵型 我们分析下来看的话 目前国足的首发阵容里边 一个左边后卫一个中场 目前来看是两个仅存的悬念 当然上述只是小编凭借我个人的经验 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析 李肖彭此他究竟有着怎样的用人思路 毕竟他还没有带队打过正式的比赛 我们他不得而知 我们必须要等到 他踢完了与日本的这场比赛结束之后 我们才能够初步完成一个摸底 了解到李肖彭此对于这只国足 究竟是在人员的使用上体系的打造上 是一个怎样的思路 所以说在此 我们不管李肖彭此用怎样的战术 我们都期待 并且祝福球队能够在他的带领之下 在今天晚上我们决战日本的过程中 争取能够一招制敌 爆出一个巨大的冷门 给中国足球迷能够献上一份新春的大礼 我们也是拭目以待